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是爱马和泰迪寻影子历险记 应该是一个解谜探索的游戏 也属于那种意志的 它这个游戏的玩法是比较独特的 是在两个维度两个角色直接切换 那么就一起看一看 故事开始交代这个情景 一辆马车飞奔而来 一个泰迪寻落下来了 我许这个泰迪寻要追赶这辆马车 刚才我们应该是到了凯恩家族的豪宅 那里又是阴森恐怖 感觉又像是个有点恐怖的游戏 那么就开始游戏 它有这么多小关卡吗 先去第一个 一步步解谜探索 这个游戏应该有48个关卡 瞬间又变成了鬼故事了 好我们开始移动 这什么情况 那是往这边走呗 这是上帝视角 这可以奔跑 这可以切换这个泰迪寻 他俩合起来解谜吗 这是啊 这个怎么过去 应该这个泰迪寻踩在这个地方 好 大家过去了 相当于你得控制两个角色 一起去冒险 这个泰迪寻肯定要到这边来 咱们切换成女主角 这什么鬼 行走 能看到行走两个字 把这个影子是不是切过来 这样的话 泰迪寻肯定可以走了 得到这个水晶了 看来这个游戏还得慢慢观察 不能说很快的走过去 就像刚才那个蜡烛照的阴影 不注意观察的话 可能就丢失那个细节了 这个游戏主要解决 就是利用这种光和影的效果来解谜 那么去第二个关卡 叫以扇门一个按钮 这个关卡是花园 那我们打开 看什么打开 可以 继续往这走 这应该让泰迪寻帮忙了 我们跳过去 再切回来 这个地方怎么走 看看泰迪寻 什么招数 也不行啊 原来不能掉下去啊 掉下去就容易改屁了 也吃不着那个东西 切回来 这个谜题怎么解 又有阴影 看到没 这有影子 然后切成它 然后相当于给泰迪寻 开个路 这么个玩法 但是它到这上面上不去啊 这怎么整 是不是这个影子还切的不够 切成这个差不多了 我们试一下 这个花被卡到了阴影之中 好吧 你先在这待着 然后我们把这个阴影往这边挑一挑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我再切成它 这上不去了 太陡了 这次行了吧 哎 跳 哎 这还是被挡着了 莫非是在这个地方吗 也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阴影应该弄到哪个地方比较合适 这次我们再试一下它 哦 这边有个水晶看到没 我们就去那个水晶那个地方 再切回来 然后再把阴影 往平切切 哎 这次是不是差不多了 应该能拿到那个水晶了吧 搞定 这个小谜题破解 主要是要注意这个 这个灯的影子 因为这影子可以给泰迪群指路 相当于给泰迪群建一个路 这相当于我们刚才那关过了 接下来这关是一把锁一把钥匙 好吧 那么今天这个游戏就试完到这吧 喜欢这种风格的游戏 小伙伴一定要试一试 这个游戏还是很唯美的 通过光影来解谜 喜欢我们这视频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